GoGoGo We are Kitschi Kitschi 憑然血供供供 世言養相之道 彼此近途 最自豪 無懼犯牢 繼續拼腳下 踏著每位置高虎母 結智 GOO GoGo We are Kits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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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來啦 要去拍攝啦 又要拍攝但我真的很累 你知不知我們月亡代表什麼 我知道 代表潔智成績愈好愈需要我們去報道 沒錯,就好像今集 上個禮拜我們就一起見證了潔智4比0 大鈔藍話,捧走了聯賽杯冠軍 到今個禮拜我們就會一起出發新加坡 為大家直擊潔智出戰 阿協杯X組賽事,穿客馬里士他卡衫 還有每集都會有的賽馬會潔智中心 那你還會一起去收拾東西出發新加坡 好的 坐完三個鐘飛機終於來到新加坡 球隊上個星期六先打完足腫杯賽事 星期日來到新加坡就即刻去操練 真是要給他們一個擅拼 他們 為何他們這麼緊張 因為這場傑智作客對馬女士TAKASA 真是不容有失 現在傑智在雅血杯F組 二七分排在小組第二 如果還想排榜首的游罰DT頭 升上榜首的話 這場就一定要全彩三分 所以中場黃楊都說 這場一定不容有失 一定要取得三分 其實對新加坡 我們之前幾年的艾奇杯比賽 其實都有優勢 今年我們雖然在座下 輸給馬來西亞 我們的 心心中在 我們不會只想分組賽出到線 也想在最後兩場獲得六分 爭取分組賽的投名 也希望馬來西亞那邊有機會失分 對星期二的場比賽 其實我們是有心心 相信傑智的球迷上個星期 也同樣插得爆 沒錯 因為傑智剛剛在聯賽杯決賽 擊敗南華落在今季第一個冠軍 場比賽超精彩 相信大家都一定想重溫 沒問題 立即去片 我們還找到神秘的嘉賓 跟我們趕球 不知道你們能否認得出他的聲音 各位球迷大家好 這場聯賽杯決賽 又是我 盧君儀 為大家評述 這場球厲害了 有超過五千名球迷入場打氣 氣氛一流 令到我們更加落力 傑智開賽五分鐘就入球 單尼後場交給安基斯 在左路法蘭 扣過即施利之後傳中 巴倫古素起腳射門 散中摘平風 但是保連盧在門前撿雞 保重1比0 為傑智先開紀錄 去到十二分鐘 巴倫古素押著陳偉豪 把球還傳給安基斯 安基斯再傳給左敵 左敵一個喉臭交給保連盧起腳 競射遠處入門 個人門開二道 為傑智打開2比0的勝局 到了二十二分鐘就厲害了 鏡頭見到一位很帥氣的球員 接應巴倫古素的傳送 單刀埋門一射 可惜對手門將摩拉擋出 真是為這位帥哥不值得了 大家你說是不是呢 不過這位帥哥就沒有氣餘了 十分鐘在後場交出一個漂亮的直線給左敵 左敵再傳中比巴倫古素 右腳近射得手 為傑智拉開3比0的勝局 去到保時階段 左敵接應左路長傳 球不落地競射 結果幫傑智鎖定4比0的結果 贏得今屆聯賽杯的錦標 好耶 鏡頭一轉我們就來到即將落成的賽馬會結智中心 Kathy 你們上一集訪問在這裡的草地成建商 說了可以抵禦200年1月大雨的超級草皮 今集又說什麼呢 今集我們就找到中心的Project Manager Ken哥 來講解一下 因為要建一個這麼大型的仿真草球場 在平整工程方面都有一定的困難 所以就找了Ken哥來講解一下 Ken哥 究竟有多難啊 你看到這個這麼平和這麼綠的草皮球場 其實我們在建築方面已經做了很多功夫 你知道球場最重要就是 落大雨的時候不會積水 所以我們在地上已經做了很多去水的渠 而在球場的兩側我們做了一些明渠 就令到收落雨時的水 那麼為了令到它快點走水 我們就特別在草皮下底 我們分別做了100mm厚的石屎 還有在上面我們做了滑面 就是我們用了很多功夫人力物力 做了很滑的面 讓它去水會快一點 那麼另一方面就令到草皮放下去會平 你看到很平又沒有波浪 那麼這裡是這個球場特別之處 因為其他球場 我通常知道他們通常就是用石蓋、泥 還有大火燈 就這樣滑平底 有什麼不好處呢 就是如果落雨的時候 水會帶泥走 很容易滑得很久的時候 草就會起波浪 但是我們這個球場就不會了 因為我們特別是用了100mm厚的石屎 就會起碼用20年它都不會坐 哇塞 大家有看早幾集的話都會知道 我們有個環節是被傑子球員沒包秘密的 不知道他們今集又有什麼 蠻難說的咪咪咪呢 喂?傑子情報站嗎? 我有東西要包啊 喂?是 我們打來報料 我們隊中有位隊員 經常在更衣室裡偷的 我一沖洗澡之後 那些錢包電話、褲子、襪子、鞋子 什麼都不見了 出去看看掛在一棵樹上面 那些隊友其實是我們隊中的一位外輪 他入很多球 人們叫他uncle 還有一個呢 出外的時候很喜歡揹個四、五十歲的腰包 其實他就是 我也是不說誰 打右翼的 阿騙 經常助攻給阿巴雷小嫂 那你自己掛吧